终于好球啊 太急了这球 其实靠他一下这球也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你这么着一下吧 你看你这么着一下就等于就是把对方的这种压力给化解了 对 而且王山潮还可以顺理成章的接受一下治疗 终于好 终于好上赛季还是上海上岗的球员 所以咱在这里拿球呢会遭到观众的特殊照顾 哦 坏了 黄牌 黄牌要追动啊 对 这一下是直接踢到了王山潮 终于好自己也趴下了 这一下是汤大了 对 哦 终于好没收脚 但是他自己好像也是撞到了 这这种鞋长船是对传球队员脚法要求非常高的 终于好带着情绪去报复对方 那这15号刚才确实很坏啊终于好也憋不住了 当然这个动作确实是性质上比较恶劣啊终于好就是奔着人去的 是改三后位了吧 要看刘洋这个位置往前有多深 泰国球员脚下的速率真是快啊 啊维师豪在国内已经算很快的了 但是还是被对方卡到了有力的身位 背后只能是恶意的去踢人了 哦 这次传球不错 看维师豪 想直接传中啊 这个球被回房的彭清利给拿下了 哦 哦 维师豪 这一下看看裁判会不会给盘 嗯 应该是 哦 好像警告了一下 哦 好像警告了一下 苏维杰上来要盘 跟裁判会应该出盘 维师豪说好 我知道 我知道 认错 态度还不错 彭清利 这个维师豪这一下呢 他就是他呢也是想去产球 比赛也是老碰着 对 大连人 大连级的球员 哦 这边又是刘乐的突进 这次是韦师豪出盘了 啊 没错 这一下确实啊 韦师豪 踢完这一脚 自己反而疼的在地上打滚了 那以后你看一下 可能是 哦 他自己下地的时候感觉 压了一下 对 左腿在身下自己压了一下 那个刚铲完起来还没觉着 这个咱们不聪明啊 对人自己就这样犯规 不聪明 这是对手啊 最想他做不到的 反而咱们帮了他 维师豪这个球啊 就是冲动了 这段时间维师豪情绪确实是有点着急 对啊 维师豪 维师豪怎么了 维师豪是不是也被罚下了 一直啊 不冷静啊 维师豪这段时间一直情绪很激动 比赛整个的整体的过程啊 能够完成好啊 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自己的不冷静啊 付出了代价 那位是冲动了 那位是冲动了 那位是冲动了